案件繁重的台北地院 相較於以往卻冷清許多 戶外架設提溫量測證 但進出開庭的民眾卻人數銳減 因為司法院宣布 全台多個法院和地檢署 都將暫緩開庭 以及停止到案執行 7件人員全副武裝 背好滿滿消毒水 前往司法院打消毒 目前最高院 北高院等 二級以上法院 以及北北基陶等地的地方法院 都將暫緩至28日開庭 而地檢署方面 北北基陶暫緩至28日 新竹 苗栗 台中的地檢署 則是延至31日 司法院表示 除了案件有時效性 經濟性 或是必要性的案件外 其餘停別都暫緩開庭 從5月17日上班日開始 也會請書機關關護人 逐一通知當事人是否取消 或者是要依照指定的時間 來開庭或執行 至於監獄方面 包含宜蘭 基隆 台北 新北 和桃園等地區的監署 窗口接鑒營自警線 一位探視人外 同時也暫停接鑒 送飲料和物品等行為 司法機關繃緊神經 但案件仍然要進行處理 16日基隆新增 兩名本土確診者個案 包含女童和高中生 但在足跡公布前 網路上進經傳高中生的足跡 甚至還有格子外洩 警方獲報後 火速逮捕到三名散佈者 未經證實的訊息 也呼籲民眾 絕對不要轉傳或PO文 這個都有相關的罰則 以及罰款的規定 疫情延售全台 百頁遭受衝擊 司法機關緊縮 但仍未停擺 如果民眾任意散播 不實訊息或是個資 仍然會吃上行責 記者洪宇翔 劉志展 黃宇峻 趙沛宇 台北桃園 總和報導 現在是 粉絲 火速差 火速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